大家喜爽啦 喜爽核酸啥樣啦 大家注意了吧 燈了吧 和黃色雅台西發了吧 大家喜爽啦 喜爽核酸啥樣啦 大家注意了吧 燈了吧 和黃色雅台西發了吧 你喔 好酷哦 我叫債卡瑞我的英文名字是zaqariyah agbarcon 我來自毛利丘斯 我是廣西一科大學的留學生 我2009年是第一次来到中国 那时候我也不会说中文 然后就在一科大学 就一边学汉语一边学医学 然后到2015年我就毕业了 然后毕业了之后 我再读了一年语言 然后后面再继续读研究生 今天我主要的工作是彻体文 还要登记信息 还要查看他们的健康码 是不是彻色 是我女朋友发电话给我这个新闻 然后再查看我觉得我们经济不错了 因为现在在这边 就德宝县和新西市还没有结封 然后其他的都已经结封了 那时候一看到了我就感觉 哦好帅啊 因为快逃我们了 女朋友的家人 就是他的弟弟姐姐 还有他的表姐们 他们都来这里当志愿者 然后上次也跟我说 他问我要不要当志愿者 所以我就选过来帮忙 因为我也是医生 然后也了解这个工作 也很辛苦的 也很累 所以来帮忙我觉得 这是最好的选择 这种疾病的疾病 就是必须隔离的 因为这个方式应该是从几千年开始的 哦从那时候好像我记得 有一位一位医生 一个人他发现了他在他环境 所有的人开始得病 就是接触病 然后他是在他的家 锁了 他说他自己在家里面 然后他没有出门 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发现 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得病 所以这个方式其实有用 很有用的 可以的 可以控制 可以控制 因为这个已经是一个病毒了 但是我们可以控制 我们可以硬的 主要整个世界都来配合 都一起配合 一起帮忙 一起做好预防 我觉得因为在中国 我们已经可以做到了 因为如果我们看了 这两年的结果 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 我个人对战争疫情的 是有信心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硬这个疾病 接风之后 我想去玩 去去去去去餐馆 去看看风景 去玩 因为这段时间本来 我们的计划也是要玩 国群节也是一个很 很热闹的时间是吗 但是发现了疫情就没办法 就要带在家 在家里 所以没办法 所以等了接风了 就说先去玩一下 然后再回南宁